好 说明完3D放到图面上来之后呢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3D放到图面上来 我们去看剖面图 剖面图上有这个剖面的图 这个正确的图示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3D的剖面放进来 所以在哪里呢 在试图底下有一个3D剪切平面 还有3D剪切 3D剪切平面呢 是去决定哪一个地方要被切掉 哪一个地方要被砍掉要看到 类似这样 那3D剪切这个功能是打开或关起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3D剪切 假设我现在希望 这是你看这是正确面 这是侧面 这是俯视图 我现在希望比如说 我打开某一层上方好了 就这样我比如上面这里 我想开看到上面 这样我这样打开这里 我按shift也可以 这边上面不要我切掉 切掉了 那我按确定 我们在3D底下来看的时候 它3D还不会打开 因为它现在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剪切没有打开 所以你看不到它打开那个盖子的样子 那怎么样可以看得到呢 在试图3D 这个3D剪切要打开 Ctrl Y 这样就削掉了 这样就削掉了 好 这样就会削掉它3D的剪切的那个平面 那如果你希望取消掉 就这个3D取消 你可以删除掉所有的剪切面 确定 它又回来 那我这一次呢 现在要放另外一个角度 一样的在试图3D剪切面 我剖这样切这样斜的这样 这样 这样的方向 好 这里不看到 好 确定 我们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它会敲掉这里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 好 你就看到3D透视图是 是被削掉的 好 好 假设这个是我要放到平面来 这不好看 再来一次 因为这样不好看 好 我再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好 这样 确定 好 切掉这样 还是不好看 为什么会这样 啊 涼眉出现 所有的物件 涂层 所有的物件 好 这样还好 就是你看到这样 你也可以看到这样 好 我们假设要看到这样 好了 平移一下 好 哎 好 看到这样 不要动 按S-C 切掉掉 好 好 那现在呢 就一样的储存 看到 就布图 放到布图上哦 好 所以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可能图面太大 有没有 哎 好 还没放进去 这样 有时候图面会很大啦 好 那你就要调整 好 这3D我把它调整下来 Ctrl D 把它 DRAG下来 拖椅下来 调整一下大小 好 一样的这个 应该透视没有 那个 比例词 所以比例词还是要 消掉 我这一次就先不要改名称了 先把比例词关掉就好 好 确定 好 这里就有3D的透视图了 好 配合这个剖面给你看 那一样的 我再回到这个地方 我再剖另外一个角度 这是练习给各位看的 那我们在一样的 视图底下 把3D的剪切 清除掉 好 那我这一次换一个角度 斜切 我想要剖到楼梯啦 好 好 这样 看有没有看到楼梯 我想剖到楼梯 好 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好 我现在剖到楼梯了 好 这样 好 假设这个是我要的 我就储存 并放 诶 这是另外一个 我还没讲那个 好 再放进来 好 方法一样 那请各位练习